每100萬人有40人成功捐出他的器官 是西班牙全世界最高的 只不過是100萬人才有40個 在我們亞洲基本上氣管捐出率是很低的 好像香港 每100萬人最高的一年都是6個人捐出自己的器官 最高的一年有時是3、4個 算回療數 香港每年都是得幾十人捐出自己的器官 如果我們用這個數字用回澳門上 我們只有60萬人 如果我們100萬人有4個人捐出器官 那我們60萬人其實只有2到3個 不到3個人可以捐出自己的器官 我們現在澳門每年在輪候器官的人 如果只是計算腎臟 我們現在有700多個人在洗腎 這些人大部分都是需要去做腎移植的 現在其實我們都有200個病人 表達了自己的意願 我希望可以接受到腎移植 我們計算出來的器官捐贈率 其實是遠遠不足夠給我們這一班病人用的 所以為何我們要大力推廣我們的器官捐贈 不但我們也要加入國家的器官捐贈的分配系統 希望國家和區塊合作幫助我們澳門 病人可以接受到及時的器官移植 它分配大概就是這樣分的 就是你這個分站接收到的器官捐贈 你當地用不完便會放在整個大的中國資料庫裡 再經過它由近及遠去到其他地方 避免器官浪費 同樣道理就是我們需要器官 但本地沒有人捐贈的時候 就通過這個系統 亦都是由近及遠的 最鄰近的地區是把器官分配來澳門給我們用 但加上數我們是很著數的 我們只有六十萬人 我們中國內地有十三億人 理論上他們分配我們的器官 是遠遠地多於我們捐贈器官的器官 其實這是一個受惠的措施 其實我們從2016年開始 培訓政府關於移植的一些工作人員 移植是一個大團隊 除了做手術的醫生 還有很多其他 譬如麻醉科的醫生 腎科的醫生 檢驗科的醫生 放射科的醫生 還有護士、技術人員 還有一系列的設備 都要去準備 我們在兩年前開始已經做這件事 就是做一個團隊的培訓 設備、設施、器材、購買 這兩年其實我們都準備好了 也都在2016年11月份 就成功完成了第一例的親屬活體腎移植 器官移植之中最常見就是腎臟移植 我們現在其實已經完全具備這種能力 去在澳門開展腎臟移植的手術 下一步其實我們計劃培訓肝移植的團隊 接下來我們將會派遣我們的團隊 去到我們有一個合作單位 廣州中山大學的器官移植中心 那裡會有很多很有經驗的醫護人員 和很先進的設備 接下來我們會派遣我們的醫療團隊 去學習肝臟移植 我們希望不久將來 在澳門都可以開展到肝臟移植的手術 為我們的市民服務